każdym want again dashboard 今天的节目是 gard 和 incontrol 不妙 讲נים 盖子给解开了 걸 因为有什么原因 dj 他说这样子的话 你的脚就不会太冷了 咦 我说为什么 就说如果说你绑得太紧的话 你的 雪液就不流通不顺畅了 雪液流通以后呢 你这个热一点的雪就可以流到你的脚上去了 这样你的脚就不会太冷了 所以说如果大家这个有第一趟就是前几趟滑雪 这个脚冷的问题的话 其实大家也可以试一下 把这个鞋子解开一下 每一趟解开一下 然后让那个血液能够流下去 然后上去以后我们滑的时候再给它系上 会好很多 哇 nice dude 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走了很很远了 ski的优点的确就是如果说不是特别陡的地方的话 你就这种side speed就是侧着这么走 可以走一点点小路 snowboard的话在这种地方把你的板拿下来 然后在这种斜坡上走很危险 如果说你掉下去的话 你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你往下滚 对不像双板的话 你至少对不对 你板还是在脚上的 所以这一点的话 双板还是有些优势 玩大山的话 就这种稍微平一点的地方 你其实可以走来走去 然后往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你看如果这个地方 你单板一脚踩空 那就真的就滑到底了 是不是 双板的话对不对 我就算踩空了 我就滑下去了 不过这边你看 这边的turn其实已经很漂亮了 然后呢 James说 我们还可以上升了一点点 其实呢在这个777这边 你也可以滑到那边 然后可以爬一些那个地方 对不过呢 好像有些地方是不允许的 但是呢当然有人滑哈 但是应该都很难了 小心一点 今天观光了 其实粉雪已经是三天前下来了 但是花点工夫才能找到一些好的风雪 这边有个小悬崖 我来过来看一眼 我看这个地图的 我看这个地图的 噢靠 不敢过去 卧槽 大家帮我看一下这里能滑吗 噢靠有点危险 有点牛逼 okay they voted me to go first Woo ok I will try Jason第一次用双板下斗坡 Jason稍微压下脚多一点 压低一点可以的没事的 James现场教学 哇草起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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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草起飞 哇草起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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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这直滑就跟吸毒一样 就是你吸过了那么好的 对不对 你这种小的就看不起 看不上了 今天Head的板的确让我挺surprise 大家都知道Head的板 就是道内板做得非常非常好 但是它这个道外板呢 今天试了一下也挺不错的 对刚才我在平地上carving的时候 就是它这个入刃路得特别快 然后特别稳 他们说这个板是很轻是不是 应该是市场里现在最轻的 对非常窄的地方 我不是跳转吗 用跳转吗 我觉得这个板真的就是特别跟脚 跳起来干净根本没有什么感觉 还挺爽的还挺好 然后呢在泡这里面啊 我我我看了一下前面啊 它这个nose虽然说它好像跳的不是那么 没有我那个sky 7那么多哈 但是是99%的时间是在雪面上的 对给我拿的这副板呢 首先宽度93的它 93比较适合我 然后再一个看这个固定器 就今年刚刚出的 它是后面划出的 哦对对对 对所以说 针对于那些之前膝盖 膝盖受过伤的 它是可以更有效的保护你的膝盖 不过呢我刚才跟jams上面看你划抛着 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非常的后座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人急切不习惯 你要相信你的板首先 它是有很大的浮力的 就算你的板头看不见 其实它也是翘起来的嘛 在雪里面也是翘起来的 所以说ok了 然后呢还有就是 你拐弯有点多了 有点大了 包括很多新手朋友 用双板划抛的时候 都会感觉就是后座的 然后就把那个头翘起来 然后这么做到后面 这么甩头嘛 对 其实那样不对的 其实还是跟那个雪道上 一样的感觉 是要划那种圆 尽量划圆一点的turn 就是Powler里面 就其实阻力更大了嘛 其实你的板基本上 就算很陡的坡也是可以 拐很小的弯 然后控制速度滑下来的 对不需要那么急的去拐弯的 这个Powler就最大缺点就是 很快就被人划走滑烂了 这种朋友呢就更少时间练习了 所以说这东西就是一个习惯 不习惯的问题 时间的累积 对就累积下来 所以说就是一个经验问题 包括划抖波什么的 OK 很多人啊 在从Savon 下来以后呢 往那个就是 Sudan School 他们一般走那边下去了 其实往这边走呢 可以到这个Secret Bowl 对 现在这个 Jims带我去走一下 I see it can hold it What the fuck? Oh wow OK 这个呢就是那个Sudan Cooler 然后呢这边就是Secret Bowl 这边就是大石头 OK 今天真的滑了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跟友俊来呢 他一般不会来这种 就是需要爬需要走的地方 因为这种地方真的Ski会方便太多了 Snowball的话真的你如果是要拖板 在这种抖一点地方走的话很危险很危险 所以说一般不会来这边 Woohoo 我靠滑双黑还是双碗舒服 我靠滑双黑还是双眼睛